那应该就还是因为你们这边男孩子比较少 不好找对不对 我二姐妈她不是不好找 我们在这里的人追她的很多的 但是她看不上 她阳光高 不是 你二姐的话长得比你还要漂亮吗 我这个算什么 我二姐才真的是漂亮 比我高这么多 身材又好 腿到这里了 皮肤又白 腿都到你腰了你姐姐 对啊 到腰杆了吗 哦 身材还比你好 我那好多多 比我还高了 高一个头 还比你高一个头 哦 皮肤又白嘛 那你这说的不是仙女吗 哦 那所以说她眼光就高了呀 哎 我能看看你有多高吗 小月 哦 那可以的嘛 哎 辛苦了啊 你看嘛 二哥 我看你这 我看你应该也有个一米六左右的样子吧 哦 那一米六不到一点点嘛 哦 你一米六不到一点点 哦 你两个几个的话比你高一个头 而且妈比我高这么多嘛 高这么多啊 对 高这么多嘛 那她 那这么长嘛 哦 那你姐姐的话不是有个一米六五的样子哦 哦 那差不多了 所以眼光她高的呢 哦 是这样的 嗯 哎 那你说的你姐姐她眼光高不好找是什么意思呢 哦 她嘛 她嘛 她就是想找那种嘛 就是嗯 有钱一点的嘛 那种工资高一点的嘛 小老板嘛 哦 你两个几个的话想要找一个有钱一点的 然后工资高的小老板 哦 那是嘛 哎 那我想问一下 那你要个几个的话 她想找一个工资多高的呀 哦 她给我讲过嘛 她说她想找那种 就是一个月嘛 有三个钱的那种的 多少 一个月有三个钱嘛 不是 一个月三个钱 哦 是嘛 这才多少 哦 这已经很多了 哦 我们这里没有的咧 一个月三千的小老板啊 哦 那是嘛 不是 我们说的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啊 哦 我这里也是中国啊 肯定是人民币嘛 你怕是在开玩笑哦 小宇 人民币一个月三千还小老板啊 哦 我们这个大家里面不好找哦 没有哦 我们这里多人嘛 你辛辛苦苦干一个月不休息哦 你有个一千多 就是已经是很厉害的那种了 哦 就是在你们这个大山里面 然后一个人能赚一千多的话 就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了 哇 那是相当厉害咯 不是 像我是四川的 像我们四川那边的话 一个月工资有个四千五千 那都是很普通的咯 哇 我们这里没有的咯 我们这里没有三千都不好找咯 哦 就是你二个姐的话 想要赚一个工资三千的 那种小老板就已经算是眼光很高的了 哦 那是的吗 嗯 我这点活干完了咯 阿哥 你去我家坐一下嘛 等一下我换个鞋子嘛 换个衣服嘛 我带你过客嘛 哦 你去你家啊 啊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哇 那没有嘛 我们很欢迎你的咯 哎 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我感觉这种 哇 那没有啊 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是老房子嘛 就行了嘛 哦 不嫌弃不嫌弃 哎 那你姐姐的话在家嘛 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 长得比你还高 然后腿的话能够带你腰的那个姐姐 长得像仙女的那一个 哦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嘛 她还在家里的嘛 哦 她还在家里的 啊 走嘛 阿哥 你跟我走嘛 去我们家坐一坐嘛 我给你拿点水喝 拿点水果吃呀 都是我们去山上摘的摘果的 哎 那你家的话有多远啊你家 我家嘛就在前面那个嘛 就是我家了嘛 哦 就前面那里就是你家了 对 就前面一点点嘛 就是我家了 我真的不会太 真的不会打扰的你嘛 那不会的了 很欢迎你们的了 哎 小鱼啊 是这样的 嗯 因为的话我是从四川来的嘛 然后的话我也是快要三十了 然后的话还是个脑光棍 嗯 你这也不老啊 阿哥 哦 不是 是后面两个字是重点 就是光棍的意思 哦 哈哈 就是你姐姐的话 你确定她长得比你还漂亮 她是我们寨子的寨花嘛 那肯定漂亮喽 呦 是寨子里面寨花 哦 你们这边是一寨一寨的 不像我们那边是村落的那种 哦 我们是寨子嘛 哦 是寨花呀 啊 是嘛 哦 她刚刚出来的时候是在家的是吧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在家的嘛 懂嘛 阿哥 哦 那你刚刚说你姐姐的话 就是我们说 你说你姐姐长得像仙女一样啊 嗯 然后的话 啊 她 你说她还没有男朋友是真的吗 哦 她眼光高嘛 我们寨子里的她都看不上嘛 哦 寨子里面的看不上 哦 她就没有长嘛 哦 这样的 哎 那她除了想要找工资高一点的小老板 她对外在就外貌啊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哦 那个没什么要求嘛 主要是对她好嘛 工资高一点的那种嘛 就得嘛 哦 要 就工资高一点 然后 哦 对她好一点的 哦 对嘛 然后 不打她 不骂她的那种 哦 是的嘛 哦 我脾气挺好的 哦 那你等一下看到你姐姐的话 你能不能帮我说说好话啊 哦 那可以的嘛 待会我妈我帮你跟我阿姐嘛 说说嘛 哦 是这样的 哎 那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啊 哎 我看了我来这里啊 我发现好多这种树子啊 它下面都绑了一个碗 是什么东西啊 哦 这个嘛 它是橡胶树楼嘛 哦 这种的话是橡胶树是吧 哦 是嘛 就是你们大城市嘛 就是做轮胎啊 做枕头啊 大种嘛 你看嘛 我们每天嘛 早上嘛要隔一次嘛 它流出来的这个白白的嘛 就是你们做轮胎啊枕头啊 还有乳胶背啊的那些嘛 就是这个嘛 原材料嘛 哦 是这样的 哦 那是的嘛 哦 那行 那行 干嘛 二哥 你 你 真的太大了 你了 真的 你这么热的天嘛 你去我家坐一下等着我嘛 我也是真的 今天因为我车 因为我正好来这边 想要去国门那里嘛 然后让我车子在那里正好 就出了点问题 然后开不动了 知道吧 我就说出来看一看 没想到能够遇到你啊 小月 真的 真的非常幸运啊 还有 你还有个姐姐 是吧 啊 是嘛 我还有二二姐嘛 嗯 那你姐姐的话 她以前有没有少过男朋友啊 她没有找过哦 我们载子里的她看不上吗 没有找到合适的吗 她也 哦 你姐姐的话 她从来都没有找过男朋友的 哦 是吗 她载子里面的都看不上 看不上吗 她眼光高吗 她漂亮吗 她看不上吗 哦 她眼光高 看不上 嗯 哦 是这样子的 哎 那 哎 那你姐姐的话 她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 我姐姐嘛 她平常嘛 她去跳跳舞啊 就是去山上宅野果也唱那些呀 跳舞 嗯 你姐姐的话还还会跳舞啊 哦 那会的嘛 她每天都要去的嘛 哦 每天都会去跳舞啊 对 每天都要去的嘛 她跳的是什么舞啊 哦 就是那个 嗯 我给你看 就是这个嘛 它就是尾巴上嘛 插几个羽毛嘛 然后这样子的那个嘛 这个嘛 哦 哦 尾巴上插个羽毛 我想一下 哎 是不是 有个杨老师叫啥 杨丽萍老师跳的那种 孔雀舞是不是 哦 就是那个嘛 哦 她还会跳这个舞 哦 那会的嘛 哦 那你姐姐还真的是多才多幼 那是的 你确定她没有男朋友 她没有啊 她没有的了 我很确定嘛 哎 那她平时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啊 平常喜欢吃啊 对 平常她喜欢吃水果那些呀 喜欢吃水果那些呀 嗯 呦 那真的是太好了 哎 那她平时的话 有没有什么喜欢的 衣服的话 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呢 我喜欢的衣服啊 她喜欢那种鲜艳的颜色了吗 我喜欢那种鲜艳一点的颜色 哦 那是吗 呦 晓月你看 这池道里面全部都是你们养的鱼吗 对呀 这里面全是我养的鱼啊 这是我家的嘛 我现在就要喂它嘛 有这么多鱼啊 哦 那是嘛 每天都要喂我 哎 那你姐姐平时 除了喜欢跳舞的话 她也像你一样也干这些嘛 也会切菜来喂鱼啊喂鸡吗 哦 也会啊 就是我们 我不切的时候嘛 她就切嘛 我上上干活去了就她切嘛 哦 反正不是你切 就是你姐姐切 哦 那是 然后的话你大姐已经嫁出去了 嗯 大姐嘛 嫁了几年了嘛 哦 已经嫁了几年了 哎 你家是在哪里啊 我家前面就到了嘛 阿哥 哦 前面就在你家了 哦 对 前面就到了 哦 阿哥嘛 阿哥 不要客气嘛 你进来坐一会嘛 你等我一下嘛 我带你过客嘛 哎 行行行行 你确定你姐姐在家哦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她还在过嘛 哎 这样不会打的你嘛 这样 我那不会的咯 我们很欢迎的咯 我很欢迎你来的嘛 哦 也很欢迎我们来的 嗯 什么 真的 真的 太谢谢你咯 小月 嗯 那我妈 我们 等一下 哎 小月 等一下就是说 你看到你姐姐的话 你一定要帮我说说好话哦 那可以的吗 因为的话在我们那边 快三十了 我也快三十了 知道吧 然后的话 还是个脑光棍 确实的话有点不好意思 我为什么喜欢穿旅游 我就是想要看看 呃 穿多认识认识人知道吧 哦 然后的话 我这个人都就是说 看到就是可能和女孩子说到 有时候可能会比较紧张知道吧 没有嘛 待会我帮你嘛 阿哥 哎 我帮你妈给我 阿姐妈介绍一下嘛 哦哦 这样 嗯 哎哎 好好好 这就是我家了 哦 这 这就是你家了 对嘛 你看嘛 哦 这个 哦 你们还用的是这个东西哦 哦 对嘛 这个方便嘛 太阳冷的嘛 有太阳嘛 它就有热水嘛 哦 有太阳冷的就有热水 嗯 待会嘛 我们过去嘛 去国门那边嘛 就要走这个路了 哦 去国门的话 就要走这边这个路了 对 就要走这条路过去嘛 翻过这个山嘛 就到了嘛 哦 行行行 来进来走 哎 那哎 行行 进来走 二哥 哎 那你姐姐的话 她妈 她也爱去国门那边玩吗 嗯 爱去啊 我那边热闹的嘛 好看的嘛 哦 这样子 嗯 我们都爱去的嘛 哎 行行行 你来嘛 二哥 嗯 这是我阿婆 哦 这是这是 娘婆 哎 来来哈 来来哈 哎 这是娘婆 哎 她在干 呃 在编手工哦 对呀 在编那个我们板凳啊 还有背楼啊 那些嘛 都是我阿公阿婆编的了 哦 你们都是自己编的 水果了 哦 哦 不用不用 哎 小月 你上去看一下 你姐姐在不在啊 那行 我给你拿点水果 你先吃嘛 我去叫我姐姐 但是 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嘛 直播的话 然后的话 就是你们家里面的话 可以拍摄嘛 哦 那没关系嘛 你随便拍嘛 二哥 没有关系的了 哦 你吃这个嘛 这个很好吃的哦 酸酸甜甜的小苹果嘛 这个嘛 哦 这个是小苹果啊 这个是我们从山上带回来的嘛 这个要不留着 留给你 你和你姐姐吃吧 这个 你姐姐不是说爱吃水果吗 你吃嘛 我们还有很多嘛 还有这么多 你留给你姐姐 姐姐在那边吃吧 还有你也吃 小月啊 待会我给你装一点 你拿回客嘛 哦 不用不用 待会我给你装一点 你刚刚不是说姐姐 咱们姐姐喜欢吃 那些水果什么的嘛 对吧 我们每天都要去摘的了 哦 你们每天都会去摘的 你拿着吃嘛 我去叫我阿姐嘛 哎哎 你拿着吃阿哥 行 我去叫我姐姐哦 哎 好好 你下去 你上去看一看 好吧 好的 哦 哦 这个终结 这可不行 我说 娶不到姐姐 娶妹也可以 不行 你看一下小月去叫她姐姐了 小月去叫她姐姐了 看她姐姐在不在家 在那外地了 在家 看一下 哦 你看 他们在家里面好干净哦 真的 在家吗 阿哥 阿姐好像出去了 出去了 他应该 就去跳舞去了吧 这个点 哦 现在三点半 他还跳舞 对呀 他每天都要去 我们寨子那里 跳舞的吗 哦 他是在寨子里面去跳舞吗 对呀 我们寨子里呀 远不远啊 有一点点哦 有一点点远 哎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 恰恰地看 先看一下姐姐跳舞啊 那可以的呀 等一下我带你去嘛 哦 哎 那我可以方便参观一下 就是说你们平时的生活环境嘛 就是说你们生活的地方 我可以参观一下嘛 随便参观嘛 我跟你讲嘛 哦 哎 行 谢谢啊 答 太答了你了小月真的 哦 那那不会的 二哥 你来嘛 你来看嘛 这个 这个你 哦 还有这个东西哦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风箱吗 这个 啊 对嘛 他每年嘛 会有野风子嘛 跑过来嘛 他就在里面安家了 哎 不是 你们把这个风箱 放风在这里的话 他不会扎你和你姐姐吗 哦 那不会的 你只要不去碰那个大疯子了 他就不会扎你的哦 哦 他不会扎你和你姐姐的 哎 你不要去碰那个大疯子 哦 大疯子 嗯 哦 我们那么应该是 说到是不是蜂王啊 你 嗯 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疯子嘛 哦 是这样的 你不要去碰他 他不会扎你 行 那你和你姐姐一定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被扎到 哦 那不会的了 他很有灵性的了 哎 那你们家的话是不是也有蜂蜜哦 蜂蜜吗 今年没有了 哦 今年没有蜂蜜了 今年没有了 哦 那 你和你姐姐是不是平时也爱喝蜂蜜啊 哦 要喝的吗 哦 要爱喝蜂蜜 嗯 要喝的 难怪我看你们的皮肤还好 哎 你姐姐的皮肤也是这么好吗 我姐姐的皮肤比我好哦 还要白的了 比你还好 嗯 是吗 比你还白啊 我姐姐还要比我白的多了 比你还要白的多 那是吗 哦 哎 那你姐姐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她跳舞的话 嗯 那应该就是 嗯 快了吧 要吃晚饭的时候嘛 她就回来了嘛 要吃晚饭的时候回来 啊 她要回来 哎 咱们应该 五六点钟的时候就能吃晚饭啊 还有 还有一个多小时 哦 那是吗 我们吃饭很早 哎 那可以让她早点回来吗 哦 那可以吗 待会吗 我给她打个电话嘛 我问一下她 哎 哎 行 你看嘛 二哥 哎 哦 对 哎 你们一 我发现你们一楼的话 都不住人的吗 还有 哎 这个是爷爷是吧 对啊 这个是我阿公嘛 哎 阿公哈 打打了阿公 阿公和阿婆都在编那个竹篓子了 哦 都是在编那个竹篓子 啊 那是吗 哦 妹妹能干是吧 姐姐 哦 姐姐 哦 你们还养这个小鸡仔 啊 对吧 这个是我们养的小鸡仔咯 哦 这小鸡仔都是你和你姐姐养的 都是我和我姐姐养的呀 哎 你和你姐姐真的是太能干了 那个大的嘛 关在那边嘛 哦 大的 大的在里面 嗯 这个小的嘛 他打不赢嘛 要分开关嘛 哎 我就奇怪 你们一楼的话 是不住人的 对吧小鸡 那你和你姐姐他们都是住哪里啊 我们嘛 都是住二楼嘛 哦 住楼上啊 我们一楼嘛 都是不住人的嘛 因为我们这里嘛 是热带雨林地区嘛 那个蛇虫主义嘛 就比较多 而且楼下很潮湿 我们都是不住人的 哦 一楼的话就比较潮湿 然后的话 你和你姐姐 他们都是住楼上 哦 对嘛 然后我们一楼嘛 就养养鸡啊 然后停摩托嘛 然后还有就是堆杂物 堆柴这些了 哦 你们就停摩托 然后堆柴 然后养养鸡什么的 那是嘛 你看嘛 这个是我们养的鸡 那你和你姐姐会骑摩托车吗 哦 那会的了 我们这大厂里面都会的了 都会骑摩托车 都会的嘛 你看嘛 你看这个鸡了 它和你们那边的品种 不一样哦 哦 是这样子的 那不一样的嘛 这个叫豆鸡了 那等一下 如果说咱们去 看国门的时候 能不能就是说 你姐姐骑着摩托车 带我去啊 我说你姐姐后面可以吗 哦 那这个嘛 待会儿我给我姐姐说嘛 我给我阿哥说嘛 哦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 真的 太感谢你了 那没有嘛 阿哥你上来去楼上坐嘛 楼上坐 对我们的客厅在楼上嘛 哦 客厅在楼上 在楼上嘛 你们平时生活的话 都是在楼上 然后楼下的话 都只是干活 对吧 干活嘛 然后烧水嘛 做饭那些嘛 哦 你们一楼的话 这里是可以烧水的 对吧 对呀 就是烧火嘛 做饭嘛 那些嘛 就在这里 那你平时的话 是做饭 是你做饭 还是你姐姐做饭啊 我们一起做呀 啊 你和你姐姐都会做饭啊 我们都会嘛 大城里面的姑娘 哪家不会做饭哦 都会的了 哦 都会的了 都会做饭嘛 哎 那么阿哥 你上来坐嘛 哎 行行行 你上来 来来来坐 哦 这样 这样不会打的 你吗 这样 我那不会的嘛 你来嘛 阿哥 哦 这奶奶和阿公的话 都在 我就上楼坐一下啊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脱鞋 你不用脱嘛 你不用脱 不不不 要脱鞋 我能看 你不用脱 我发现 哎 你和你姐姐把这家里面弄得好干净 我的啊 是嘛 我们每天都要扫地那些的嘛 哦 你小心点 阿哥 这个是老木头了 哎 是老木头了 很老了 四五十年了 我四五十年了 哦 你来坐 阿哥 那真的比 比我的年龄 大一点 我给你倒水 阿哥 你坐这里 哎呦 哎呦 小玥 真的 哎呦 太热情了 来来来 不用不用不用 阿哥 坐嘛 不要客气嘛 你不要害羞嘛 你坐嘛 我就是有点紧张 你是喝水还是喝茶 我阿哥 我喝水就行了 小玥 喝水嘛 那我给你倒 哎哎哎 那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哎 不是 那你姐姐的话 她平时的话 都是做什么的呀 来阿哥 喝水 嗯 来喝水 这可以喝了呀 这小玥 三泉水啊 三泉水啊 三泉水嘛 哎呦 好甜哦 哎 那你姐姐到 她平时有去山上 找野果野菜吗 哦 平常要去的了 我们每天都要去 想想干活啊 找野果野菜 那行吗 哦 是这样的 哎 像你说的 你姐姐的话 她想摘一个 每个月工资 能够有个 三个签证的小老板 对不对 嗯 其实她像 像我们植物家 还有就是说 像我的话 她都是有的 知道吧 这么多啊 对 哎 就是说像 刚刚小玥 就是说你说了 就是说 像你们这边的话 一个月收入的话 能整个 一千三一千四 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吧 哎 那很厉害了 那你们平时 都是靠什么来收入的 哦 我们吗 平常吗 就是隔膠啊 就是你刚刚看到那些橡雕树嘛 哦 我们就割椒啊 种包裹啊 去山上摘 摘那个野果野菜那些咯 拿去赶白那里卖嘛 哦 就是每天割椒 然后的话 野果野菜 然后拿去卖 哦 那是吗 哎 哎 不是 那 那你每一个月 就整个一千三一千四 那这么少的话 你们够花吗 哦 那够的嘞 我每个月还能攒起来了 还能攒起来 嗯 哦 哎 你攒起来给谁啊 我站 我攒起来嘛 要给我未来孤业咯 哎 你还要给你未来孤业啊 哦 那肯定要给的嘛 那你姐姐是不是也有攒啊 我姐姐妈她肯定和我一样嘛 都要攒的嘛 哦 你姐姐也攒钱 也每个月的收入也要攒起来 然后给孤业 哦 那肯定都要攒的咯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嘛 那你们这也太好了嘛 也没有嘛 这是我们的心意嘛 哦 你说 你们平时就去山上 摘很多野果野菜对吧 啊 哎 哦 阿哥我跟你讲 嗯 我今天嘛 上午嘛 我去山上摘了个好东西回来 哦 哦 你们山上有好东西哦 哦 我摘回来的吗 我给你看嘛 你来看嘛 就这个嘛 就这个嘛 哦 这个嘛 这个不是那个 这个不是那种榴莲吗 这个 不是 这个是苏波罗 我一上来就看到这个了 苏波罗啊 你们叫 哦 苏波罗罗 哦 这个的话非常的好吃哦 这个 哦 这个非常好吃嘛 还有这个嘛 这个嘛 哦 这个 这个也是 哦 这个是 凤梨啊 凤梨嘛 哦 哎 这个都是你和你姐姐弄回来的吗 哦 那是吗 还有这个嘛 这个嘛 哦 这个是啥 这个长得这么大 这个是山油吗 山油 哦 山油吗 山油长这样 哦 山油吗 山油吗 九板山油吗 九板山油 哦 九板山油嘛 哎不是 这些都是你和你姐姐弄坏的吗 这个是我姐姐扛回来的哦 你姐姐把这个扛回了 哦 这个是我姐姐扛回来的吗 呦 那你姐姐有点厉害哦 哦 我们天天在山里面干活嘛 这个嘛 再来个几个都没有关系的了 都能扛回来哦 对 这个东西的话非常好吃 这个是很好吃 而且还很贵了 哦 你们还卖的贵哦 这个 哦 这个老贵了 这个很贵的了 这个的话在我们那边的话也卖的很贵哦 哦 你们那边也很贵啊 对 这个是你姐姐从山上面摘坏的 嗯 那是吗 就是你姐姐摘坏了以后是准备拿去哪里啊 这个嘛 我们赶摆的时候嘛 要拿去卖的嘛 哦 这个就是 哦 这个波罗蜜桃就是你姐姐从山上面把这个摘坏了以后 然后拿去增上去卖去换钱对吧 哦 那是吗 你姐姐确定你姐姐扛得动这个 哦 那扛得动哦 再来个两个我姐都能扛得动哦 我力气还挺大的哦 那是吗 阿哥带上给你装点 这个走啊 哎 不 不 装点这个 不你走嘛 这个好吃的嘞 在我们大山里面的 自己那种的 不用不用 我都是空出来的 这个你拿去煲汤了 不不不这样这样 哎 你刚刚小叶你这样 你刚刚说你姐姐把这个扛坏的对吧 嗯 就是说你姐姐的话把这个扛坏的话 她要拿去哪里去卖呢 要去赶摆那里了 赶摆去卖 嗯 哎 她去的卖的话是卖多少钱就 她过去嘛 我们是卖几块钱一堆了这个 这个几块钱一堆 几块钱一个了这个 几块钱一个 哦 那是吗 不是 这个你们才卖 几块钱一个 啊 是买几块钱一个了 哦 不是 像这个布鲁蜜桃 在我们那边的话 要卖 差不多十来块钱一斤哦 哦 你那个太贵了 你那个一斤哦 都能买我这一大个了 哦 一个的话都能买 你那一大个了 对呀 不是 要不这样吧 就是小月啊 你看你姐姐把这个扛坏了 对吧 然后你姐姐现在去跳舞了 然后她都还没有来得及 拿去金钢去卖 然后的话要不就这样 呃 因为我是开车来的 对吧 要不你干脆就把你姐姐 从山上面扛回的这个波罗蜜 就直接卖给我行不行 你又帮你姐姐做个组 好吧 哦 这一个你都要吗 哎 对 因为我也挺喜欢吃这个波罗蜜的 哦 那可以吗 我一起给你装起来吗 还有这些吗 哎 你看 哎 哎 行 感谢小月 你看 你们卖几块钱一个啊 嗯 然后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你们家嘛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没带 然后我是空着手来的 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波罗蜜的话 你也是你姐姐扛回来 对吧 嗯 我这样我就10块钱一斤给你 你给我撑一下 可以吧 哇 那太多了 阿哥 要不了这么多的了 不是 你就按几块钱一个给我 就是 不是 你看我直播间有很多哥哥 你们看着我说来你们家的 对吧 然后的话你姐姐 没有 原本说你姐姐在家 然后的话 现在她去跳舞了 我也等着她回来 然后的话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原本我想说去附近商店 去买点东西的 然后的话好像我看了一下都没有 我就按10块钱一斤给你 好吧 你太客气了 哎 也不客气不客气 因为很多 因为我在直播知道吧 直播 直播间的话 我手机里面有很多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他们都看着我的 像你这个的话 应该也就是 有十几斤吧 对吧 然后的话 差不多就是 我给你两百块钱吧 这样好吧 因为的话我也很喜欢吃 像你们这种大山里面的 这种野果啊 野菜啊 知道吧 然后又是你姐姐扛开的 10块钱已经不贵 真的不贵了 那谢谢阿哥了 不用谢 谢谢你了 因为这种大山里面的 这野果野菜啊 确实是 非常喜欢吃 知道吧 你喜欢吃大山里的东西啊 对 你们山里面的东西都喜欢 那还有一个东西 你肯定没有见过了 还有啊 那这个就给你放在这里 阿哥 待会一起拿回去 真的 太可惜了 待会也给你装点了 还有 不用了 不用了 小月真的 太热气了 你这种 慢走过了 也给你装了 带回家床了 行 他给你坐嘛 我给你当过来 你看 好好 小月你什么时候 给你姐姐打电话 让她快点回来 马上我就打嘛 就是 你真的没有骗我 就是说你姐姐长得比你还好看 那才记得了 我姐姐妈她是在花了 那肯定好看了 哦 是在花 哦 是吗 她真的有你说的那么高吗 好